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咱们今天开始继续学习的内容框架 好 咱们今天要学会一个字典 叫做实现登录注册的一个字典 咱们打开一下 看一下 咱们第一个是要使用Artisan命令 创建登录注册的模板及控制器 Artisan命令是什么呢 是脸入隆隆隆隆的给我们提供了强大的一些可以 咱们可以创建控制器 创建很多这个 Bland模板 这些等等这些东西 是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命令 就它Artisan 然后第二点 咱们要学会创建对应的一个数据表 第三点 咱们要学会创建几 在表中 要怎么创建几个用户 怎么使用这些命令 来咱们直接上代码 由于咱们之前的代码比较多 比较乱 我重新下来来的资料 重新 咱们再把它放到咱们的websour下面 3w目楼下面 粘贴一下 咱们再重新修改一下 咱们再重新修改一下 重新修改一下之后 然后咱们相当于再重途再学一下 再学一下 还是比较慢的 是吧 然后咱们前期对新的项目 下载的内容项目 再重新改一下配置 大家再跟着一块看看 看完之后 咱们在使用命令 在创建 创建的一个 它的登录注册的时候 还有创建它的表的时候 咱们都可以大致的清晰一点 大致的清晰一点 就这一个 这一个 还是比较慢的 等一会 项目比较大 项目比较大 还有包括咱们在用这一个pvstorm打开的时候呢 嗯 它也是出现这种情况 是让它先加点了啊 加点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出现这种情况啊 当然了咱们呢 呃 今天的讲完登录注册之后呢 你就可以简单的实现那个登录注册的这个页面了 啊 咱们呢 只是直播是他给他们生成的这些 登录注册的这些东西呢 比较low啊 看起来比较难看 咱们呢 再重新修改一下就行了啊 就是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它csi样式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啊 就行了 好咱们呢 可以动pvstorm呢 嗯 来把这个 怎么信价 咱们可以改一下名字 对不对 来 咱们改一下名字吧 咱们就要注册 你叫注册 注册 vgast 然后呢 这种pvstorm给他打开一下就行了 就成了 pvstorm也是挺慢的啊 也挺慢 等一会儿啊 等一会儿 好咱们打开 打开之后呢 可能咱们还要加载一会儿啊 可以 可能还要加载一会儿 来 咱们直接fail 点fail 也点不动啊 等一会儿 让他跑完 这个进度条跑完 还是比较慢啊 比较慢 好咱们呢 把它给关掉啊 这咱们之前的一个项目啊 咱们是不是这样 咱现在现在是呢 要重新弄了一个项目 然后呢 咱们是不是把它呢 一个咱们再重新窗口 咱们再重新打开一下啊 哎呀 感错了啊 卡了 然后呢 fail 点 点 不要卡着啊 fail open directory 对吧 然后呢 在哪个地方 是不是叫注册啊 对吧 叫注册 点ok 再open in new window 是吧 咱们在一个新的窗口打开 就成了 新的窗口打开就行了 然后呢 把它给关掉 咱们不是在新的窗口打开吗 对吧 在咱们注册 重新打开的一个啊 重新打开的一个 好 等它加载完之后呢 它加载到的一个 所以呢 都加载完成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看了啊 咱们呢 需要修改几个文件 之前呢 说的是不是点env文件呢 咱们是不是要把它 locohost的 locohost的 再弄一个 locohost的 然后呢 这个数据库的名字呢 咱们之前 咱们是不是之前用的入网 是吧 数据库的名字 用户名呢 咱们是不是入它 密码呢 咱呢 咱的密码是1235 3656 好 只需要修改这一个地方就行了啊 来 咱们看一下咱们resource的下面 咱们resource下面呢 veo下面呢 其实什么都没有的 是不是 什么都没有的啊 嗯 这包括咱们在访问 第一次访问的时候呢 来 咱们看一下啊 包括我第一次在访问的时候 来 斜线 嗯 注册 斜线 public 包括我第一次在访问的时候 咱们呢 要么出现哈罗罗的 要么出现那个 六五这哈罗罗呢 也是我给它改的 明白啥意思吧 啊 嗯 雷若五好 咱们不想要这个 咱们就想要这个登录注册页面 怎么来做呢 好 大家跟着我做啊 咱们的第一个呢 打开咱们的 cmd 啊 cmd 道士命令 在 cmd 道士命令里面呢 咱们要去找到注册的这一个根目录啊 找到更注册的根目录 这注册的根目录在哪呢 是不是在c盘下面 web64下面的3w目录下面的注册啊 对不对啊 咱们的要一击一击的去找下去啊 一击一击的去找下去 然后呢 咱们是不是得得从这个我的userbo出来啊 对不对 你得想办法出来 咱们怎么出啊 cd 是不是上一级目录啊 啊 再来再出来一下 是不是咱们就回到咱们的啊 咱们的这个c盘下面了 上面下来 但是现在我想进到这个web64是吧 咱们怎么来进到web64啊 cd wamp64 是不是咱们就进到web64了 然后呢 再接着进cd3w下面的 是不是注册啊 说再进到它里面啊 是不是咱们就进去了 进去之后呢 咱们要写一个命令啊 咱们呢 是创建登录注册模板文件 及控制器 这些东西呢 都是来 如果给他提供好的 明月设备的都给他们提供好 咱们种它的原生的就行了啊 种的原生的 有一个叫名的叫pp artisan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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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的登录注册页面 看到没 啊 这是登录的 这是注册的 都有 来 咱们再重新呢 咱们再重新再访问一下啊 再访问一下 就不是这个hello的这个页面啊 等他一会 等他一会 好 看一下咱们的页面是不是全部变了 比如说login 这个home呢 就是home页面 login呢 你看我也点login呢 是不是就跳起来咱们登录页面呢 啊 这是呢 这是一个layer呢 给他原生提供好的啊 给他们提供好的 这个呢 register呢 就是注册页面对不对啊 这页面是不是觉得 你要觉得丑的话 咱们等一会可以去给他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 好 我这个地方呢 注意哈 咱们呢 第一步呢算是完成了啊 算是完成了 先把这个页面呢 给搞出登录注册的页面给他搞出来了 如果用什么生成的呢 啊 用什么生成的呢 是不是用那种artisan命令啊 artisan make 冒号os这个命令 啊 这个命令给他生成的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咱们呢 这一个前列的页面呢 已经做好了 对不对 但是啊 大家注意一点 我接下来我要干嘛呀 是不是要创建对应的数据库啊 创建对应的数据库 现在呢 呃 大家告诉我一下 我现在登录能登录成功吗 啊 现在登录能登录成功吗 你是不能登录 为什么呢 你数据库里面没东西 没为余制对应的数据库 是吧 咱们呢 怎么来创建数据库呢 对吧 登录注册啊 你登录或者注册 这数据库咱们怎么来该怎么来建呢 咱们也用 也用了artisan命令啊 也用artisan命令 来 咱们呢继续 php 啊大家注意啊 咱们呢 咱们呢 刚才在修改的时候 是不是在larry world的一个数据库下面 来进行注册的啊 对不对啊 啊 注意一下啊 叫artisan pp artisan 然后呢 嗯 migrate migrate 啊 这个命令 看一下 看一下啊 migration table create successfully 就是说呢 咱们的表呢 咱们的数据库的操作呢 都就已经创建好了 创建成功了啊 其中呢 他创建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Ura表的啊 又创建了一个呢 密码重新设置的一个表 好 咱们要不咱们去数据库里面看一下 好 咱们打开他们的数据库啊 ppmigrate me 咱们来看一下 等他刷新一下啊 等他刷新一下 我是不是咱们在Ura表看一下 咱们咱们的larry表里面啊 larry表里面 是不是有个叫Ura表了 对吧 有个叫Ura表的 咱们看一下这个结构 他的结构呢 是ID name email password remembertoken createate updateate 这些东西呢 是不是都是 呃 还有这个什么呢 他这个password reset 是不是他这俩 是不是重新 重新给人新建好的一个表了 对吧 就是咱们登录注册的时候的一个表 对不对 但是现在表里面有数据吗 没数据对不对 咱们接下来呢 要干嘛呀 要在这个表里面 咱们那个随机添两个数据行不行 咱们给随机添两个数据啊 pp artisan 嗯 artisan 然后咱们用tinker 咱们用tinker啊 这个弄完之后呢 咱们要要factory啊 factory 小括号 然后呢 叫app 斜线下面的 user 嗯 冒号冒号 class class 然后呢 咱们要随机创建两个两个吧 两个数据行吧 啊 两个数据啊 然后呢 咱们直接create 咱们直接create就行了 好 敲灰车 咱们看一下啊 没有定义的metal啊 这个create方法 咱们可能写错了啊 create方法 来咱们呢 咱们再重新写一下啊 咱们再重新写一下 叫factory 是吧 咱们再重新来一下 pap artisan 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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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factory 是吧 然后是两个是吧 factory factory 后面呢 跟了一个app 然后create 好 咱们的数据 咱们的数据库呢 就出现成功了啊 就出现成功了 然后呢 我该怎么去看到咱们的数据数据呢 来咱们跟着我啊 跟着我 来刷新 刷新咱们的数据库 啊 刷新咱们的数据库 好 在咱们的数据库里面 咱们可以浏览一下 看到没 有id id id也有了 对吧 name email 都有了 password都有了 是吧 咱们呢 是不是咱们可以随机生成呢 对吧 可以随机生成 到这个时候了啊 到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可以去用数据库啊 就可以用咱们的代码去去注册了 比如说你点regest 啊 点regest 好 我这个名字呢 呃 咱们呢 就写个bob吧 密码呢 咱们呢 要写一个 嗯 bob at 163 9 com 可以吧 密码呢 咱们呢 可写个123 确认密码123 好 点这个注册 咱不保存啊 密码呢 至少是六个字符 是吧 来这个123456 好 123456 好 咱们regest 一下 是不是啊 就是可以了 对不对啊 就可以了 咱们可以登录吧 咱们可以登录啊 来 咱们呢 点这个登录页面 点一下 哎 看一下 咱们这个bob呢 它已经登录过了 是吧 来 咱们退出一下 行吧 咱们退出一下 咱们再重新再点这个登录页面 好 嗯 首先呢 你得登录 咱们用的bob at163.com 好 密码啊 是 123456 好 login 不保存 哎 可以的吧 咱们是不是可以登上面 对吧 我一点 我一点返回的时候呢 你看 是不是咱们这个任务名呢 就直接在上面了 对不对 直接在上面了 所以说呢 咱们登 包括咱们咱们再看一下数据库啊 咱们再看一下数据库 在这个地方 好 我刷新 看一下 你看 是不是第三点数据bob bob bob at163.com 然后呢 就给它搞上去了 对不对啊 这是咱们的关于咱们登录注册 当然 你也可以把这一个咱们的登录注册的页面呢 给它改一下 咱们要不咱们去改一下 好吧 咱们改一下啊 要看到比较low 是不是 看的是比较low的 然后呢 咱们呢退出一下 咱们一点点去改啊 rejust 咱们先看 先看注册吧 注册的时候咱们也也说了哈 现在改了 是不是在这个一个 嗯 outra下面的这一个rejust blader 这个这个里面对不对 在这里面咱们就给它改 好 这个注册呢 咱们呢 看一下啊 咱们直接给它改成中文 叫注册 好吧 然后名字 这下面呢 是名字 叫名字啊 好 咱们继续改啊 上面有个名字是吧 这个呢 是邮箱地址 叫邮箱地址 好 这个字叫邮箱地址 然后下面呢 是密码 密码 在下面呢 咱们是不是有个确认密码啊 有个叫确认 有个叫确认密码的啊 然后呢 提交在哪呢 是不是这个注册 这个注册按钮了 哎 点灯出车你就行了 是吧 然后呢 那么这时候你再刷新 再刷新这个页面 有点卡啊 咱们再重新啊 看一下 他是不是又改过来了 注册 名字 就是邮箱地址密码 确认密码 是不是和咱们之前的一样啊 对不对 他就会算改过来了 咱们login呢 同样啊 咱们login呢 也是在这个地方啊 也是在这个 login.blend.pp里面呢 咱们进行修改啊 email address啊 这些东西呢 咱们进行修改 咱们呢 包括这一个登录和注册呢 这一个完整的代码呢 咱们就算结束了 咱们就算结束了 好 咱们下期六